話說日本人真的很喜歡做分類與排名 最想談戀愛的女藝人 最適合穿西裝的男星 女優劉海分析 最想當老公的演員 而最近日本媒體Model Press 舉行了最想擁有她的臉孔票選 我老婆結衣居然從第一名滑落 擁有完美臉蛋的十元李美 與看了就想要跟她接吻的北川景子 居然都被排擠到五名之外 到底是何方神聖讓這些女神掉落神壇 是她們已經落伍還是新生兒太強大 讓我們現在就來一探究竟 No.20 疾川愛 1999年10月28日生 救命疾天李晴 同心時代歷屬於Moon the Child事務所 2007年出演死神的歌謠 之後出演還記得那天 Oh My Girl 美媚的完美知識及鋼之女而備受關注 去年在出演戀愛可以持續到天長地久 許多人覺得她長得很像TWICE的周子瑜 No.19 魚野石才子 1986年7月16日生 初中三年級時參與了第二屆艾貝克斯爭選會 本來已被淘汰 但當評審回放她的表演片段時 意外發現魚野石才子的舞蹈才能 並加入男女混搭的組合AAA 雖然她在台灣聲量很小 但日本人喜歡她不是沒有原因的 雖然已經34歲 但無論怎麼看都覺得很有魅力 除了歌唱事業 魚野石才子更是在電視劇 電影 雜誌隨筆 藝術設計等領域都有她的足跡 可以說是才女一枚 接下來的兩名是平手喔 No.17 平手有黎奈 2001年6月25日生 初中二年級時 參加鳥劇版46的一起生招募 之後更名為舉版46 並由其擔任所有單曲的center 意思就是站中間啦 2016年出演電視劇 誰殺了德山大舞郎 2020年退出了舉版46 並在今年參演了日本漫畫家 山下之子作品改編的同名電影 三角窗外是黑夜 不少日本小女生喜歡這種冷酷氣質的臉孔 我也很喜歡呢 心目幽子 1993年12月15日生 小學五年級就被星探發覺 並在2008年與阿布寬主演的電影《青鳥》 和懸疑電影《告白中客串》 2016年她主演電視劇《戀戀外星人》 飾演一位料理出色的溫柔女孩 受到大家關注 最近唯有看她主演的《海妖的懺悔》 演技更加的內斂 外型亮麗的她 更在2020年超越星圓結衣 成為日職球員最愛女藝人 16 西野七賴 1994年5月25日生 女子偶像團體 奶木版46前成員 是時裝雜誌Nono的專屬模特兒 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還是她在2019年日劇《輪到你了》 所飾演的變態殺人魔 真的是越變態越美麗啦 接下來的四名是平手喔 12 爺爺村湘英 2001年4月生 真是個可愛的小妹妹啊 是爺爺村真的女兒 母親是爺爺村俊慧 無意的湘英遺傳了父母優良的基因 有張天使的臉孔 從小就跟著父親一起上節目的湘英 12歲時參加了小學生流行雜誌的珍選 從5000多位對手中拿下了冠軍 很慶幸的長大的湘英並沒有歪樓 反而越來越正 現在又經營自己的Youtube頻道呢 大家有空可以看看 我把連結放在下面 深見愛流 2002年3月6日生 你是否已經察覺到 這位面部線條近乎完美的可愛妹妹呢? 17歲時即被譽為名古屋最可愛中學生 並在雜誌pop team上 被評為最喜歡的模特第一名 每當深見愛流出現 都會惹來粉絲一陣的尖叫 還有人把她的錄像一看再看 因為真的太可愛了啦 而今年深見愛流也有所突破 首次主演電視劇 名字我就不念了 因為有人說我日文很爛叫我不要念 森七菜 2001年8月31日生 在中學時被星探相中 並開始嘗試戲劇演出 而真正讓她開始被注意的 是2019年在天氣至死中 擔任女主角天野洋菜的神優 童年也在日劇三年A班 從此刻起 大家都是我的仁職 飾演善於使用電腦的學生 絕不留耐 2020年 則首次在日劇 這份愛要加熱嗎? 擔任女主 護武田會離鄉 1988年8月17日生 我相信大家對她並不陌生 2020年才跟松板桃李結婚 其實我開始注意到她 是從2007年的炸切遊戲開始 說實在我還是比較懷念那個時期的她 可愛的小臉 杭琳杭琳的 再往前追溯 發現原來她在2005年 牧村拓在主演的日劇影情中 也有演出啊 Number 11 北川景子 1986年8月22日生 啊你們最愛的北川居然屈居十一名了 到底後面還有什麼面孔呢? 其實也不意外 畢竟今年34歲的北川如今也是媽媽了 能夠有這樣的排名已經很不錯啦 而產後的北川似乎也沒有隱退的跡象 今年她與英太一同演出離婚活動 再次披上婚紗的北川景子 令人期待啊 哇嗚 要進入前十名了喔 Number 10 奇藤飛鳥 1998年8月10日生 2011年就加入奶木板46的初代成員 為日本和緬甸混血 較小身形還自帶一張號稱 日本演藝圈最小臉 在車子的房間就秀出她的口罩臉 出道以來一直都是我行我素 自帶一種冷冷的氣質 之前現學現賣 用中文來告訴台灣宅男 我才不是你老婆 我才不是你老婆 Number 9 上白石蒙英 1998年1月27日生 12歲時在音樂老師的鼓勵下 參加了東寶灰姑娘選拔 為了壯膽把自己的妹妹 上白石蒙哥也拉去比賽 結果當時不想去比賽在沙發上大哭的妹妹 居然在4萬人中脫穎而出 拿下了第一名 幸好上白石蒙英也沒有落尾 也拿到了特別賞 曾經為新海誠電影《你的名字》女主角配音 並出演日劇 戀愛可以持續到天長地久女主角而竄紅 Number 8 永野牙育 1999年9月24日生 陳建平仙女落淚一哭成名 不過對永野我印象最深刻的 還是他的蒜頭比比辣 我之前有做過一篇他的介紹 如果想知道的更詳細 可以點右上角的資訊卡 或下面的說明欄喔 Number 7 驚甜美英 1997年3月5日生 高中二年期時被星探挖掘 2018年在漫改電視劇 花過天晴花樣男子Next Season中 飾演C5成員真實愛麗 受到高度的討論 在三年A班以及寵女青春白皮書 與永野牙育都有共同演出 有福岡第一美少女之稱 不過除了最想擁有她的臉蛋 是不是還希望擁有她的 咳咳咳 Number 6 十元聰美 1986年12月24日生 什麼 在2016年拿下世界最美100人第六名的十元 在2021年還是拿下第六名 只不過變成日本的第六名了 為什麼這樣呢?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已經34歲 還是去年閃架圈外男友造成荷爾蒙失調 自從2014年的失戀巧克力職人 就一路走紅了十元 在今年1月準備開拍深層的戀愛時 居然被檢驗出新冠肺炎 目前正放下手邊工作專心修養 祝她早日康復喔 好了 終於要揭曉前五名的獲獎者 Number 5 巧本還奈 1999年2月3日生 2013年在福岡進行表演時 有粉絲拍下了奇基諾一枚照片 之後在Twitter等網站多次轉載 因而成名 日本網友評為太像天使 千年僅有一人的人才等稱號 但在去年拍攝廣告花絮時 被網友們發現 巧本的身材似乎走樣 雖然如此她的臉蛋 還是唯一廣大的女性所喜愛 Number 4 冰編美波 2000年8月29日生 在2011年參加東寶灰姑娘試鏡 獲得新時代獎 2017年主演我想吃掉你的遺葬 獲得第四十二屆報紙電影獎 最佳新人獎 2018年在漫改劇狂賭職員中 擔任女主蛇餐孟子 看似活潑開朗的美波 透露私底下的她十分內向害羞 在工作系外都不太敢與別人對視 到現在都還沒有交過男朋友呢 各位紳士們 你們有機會啦 Number 3 廣賴林 1998年6月19日生 中學二年級時參加了雜誌17舉辦的 Miss 17模特兒甄選會 從6515名報名者中脫穎而出 獲得大疆 之後與姐姐廣賴愛麗絲 一起擔任該雜誌的專屬模特兒 曾主演多部人氣影視作品 成千劇下空海階日記等 Number 2 星圓結衣 1988年6月11日生 在眾多未滿30歲的美媒中間 我老婆結衣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 已經算是非常厲害了 從龍依婦女七日變 臉空 Cold Blue Legal High 飛翔公關室 訂上今日子的備忘錄 一直到月星交期 真的都很經典 我一路長大 都是結衣姐姐陪伴著我的青春啊 但有點小可惜的是 好像近年來 結衣比較沒有什麼代表作品出現 但也沒有關係啦 因為她早就成為一個時代的icon 眾多紳士們心中永遠的老婆 哇哈哈 我們終於來到令人期待的 Number 1 白石麻衣 1992年8月20日生 學生時代白石麻衣只想做個幼教師 後來在老師建議下參加了奶木版的選秀 以此為契機進入了演藝圈 而日本人會喜歡她 除了她漂亮的臉蛋 或許跟她那種 不知偶像光環為何物的個性有關 尤其是觀眾看到一個美女 經常表情管理失敗的舉動 這種反差反而讓大家更願意去了解她 2020年10月 白石麻衣從奶木版46畢業 為9年的團體偶像生涯畫下休止符 最近看到她 是在資深堂的洗面乳廣告裡面 這個女孩日後還會有什麼發展 也是令我們期待的 好了這就是2021年 最想擁有她的臉孔的前20位排名 排名下來可以看到 僅有5位年齡超過30的女生 而前5名中也僅有星圓結衣依然屹立不搖 可見以顏值而言 真的是年輕妹妹的天下 不過邁入大林的女生也別太灰心 年輕妹妹擁有的是完美無瑕的臉蛋 你擁有的是紳士門值得細細品嘗的韻味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